但人民的痛苦沒有不見 人民對於司法的失望沒有不見 人民所面臨的 是黑金 是槍毒 是詐騙 是權貴司法 是政客與黑道勾結 這邊好嗎這邊這邊 7月16號下午2點 讓我們 一起聚集凱達 荷蘭大道 讓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副總統 民進黨政府 聽到人民的心聲 2016年5月20號 我相信 許多的台灣人民跟我有相同的記憶 幫蔡總統 提到司法改革的時候 現場掌聲如雷 大家充滿的是感動 是期待 7年過去了 今年520 7週年就職演說 司法改革四個字不見了 但人民的痛苦 沒有不見 人民對於司法的失望 沒有不見 人民所面臨的 是黑金 是槍毒 是詐騙 是權貴司法 是政客與黑道勾結 我們沒有辦法 再忍耐下去了 當這個政府喊出 他們要終結黑金 他們要贏回正義 我想要問的是 蔡政府 有沒有看到 有多少民進黨的政客 有多少民進黨的權貴 不僅是跟黑道相互勾結 看到老大 鞠躬哈腰 表現得像個小弟一樣 在做直播這麼多年 在19年 非常支持民進黨政府 那時候問他們的所有的 政治人物來到我的節目 都會說 四年不夠 請再給我們做四年 然後我們看到 將近八年的執政 七年多來 過去了 我們只看到了 民進黨政府 講的居住正義 房價漲了多少倍 我們看到了他所謂的 司法改革 完全 越來越脫鉤 然後政府官員以及 立法委員這些名代啊 都跟黑道跟詐騙 走得越來越近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要號召 這些人出來 我們其實很簡單啦 只是希望他兌現 他當時競選的承諾 柯文哲主席 他是不是有講 要重啟服貿談判 這件事情 談判的前提是什麼 談判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是柯文哲 他自己必須 要跟台灣公民社會 說清楚 講明白的 太陽化運動 先立法 再審查 要求完成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是當時運動 最核心的訴求 這個訴求 我的態度 我的立場 從來沒有任何變更過 請說 感谢观看